這兩天真的是有點痠 幹你娘子 痠痠到不行 但是還好我隔天睡完覺就沒事 我覺得人生喔 我們人生每一個人都可以煩 有時候煩惱 煩惱是什麼你知道嗎 煩惱其實是我們給它轉換個立場是讓你成長 怎麼說讓你成長 尤其是我們的舞台 小職員 小職員嘛 高階主管嘛 學會了嘛 出來創業了嘛 你要面臨的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情世故啦 耳魚我詐啦 商戰啦 商場啦 等等啊 但就像我們黑五在講的 沒有煩惱人生不會進步 真的是不會進步了 煩惱來可能你當下不開心 你就絕對 我是個人 我不是個神嘛 沒煩惱就沒煩惱啦 你他口氣吐完了咧 你就要開始去沉思了 要嘛就是跟他和解嘛 要嘛就是修理他嘛 沒有毛病啦 沒有蓬蓬 我是在比喻啦 都要跟已經前兩天的事早就完了 但是昨天晚上又因為跟 所以說 遇到事情 你發表完了你就要轉換立場 怎麼去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沒有毛病啦 不是網路的朋友啦 網路的朋友 我才不會為了網路的朋友 我又神經病了 連本身都沒看過我去為了一個網路朋友 傷腦筋 那個是最不明智的 剛剛講的 不要說混頭音 我們又不是在混網路的 我們實體店面 我們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業在做 對不對 所以有啦 我沒有氣啦 我是剛剛比喻 我前幾個月 高粱界 因為我是威士忌界的 我在高粱界創了一個傳奇 做十年 我們還是算新手 也不能說新手 就是在這個業界是算 正在起步的對象 我創舉就是 有一組關公造型的酒 三千五百隻我全吃了 全台灣的高粱盤都沒有一個認為我吃得下來 那個總銷售金額要多少 差不多在兩千三百萬左右 兩千兩百七十幾萬 沒有一個看好豆花哥啦 真的啦 九一你好 沒有一個看好我啦 這個案子我這樣前後八個月 Close掉了 結果我在FB又打了一篇文章 但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你們看不起我 讓我有成長的動力 那其實我要感謝很多人 這是一些威士忌的盤商 敢跳出來挺豆花哥 不是豆花哥厲害 今天也要借用這個機會賺錢的道路 就是說 在高粱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都是威士忌的 要去切入它 要去做盤 其實 坦白講 兩千兩百七十多萬的一個總營銷 貨款將近在一千八百萬 你要去想到 每一個人要買單 那你說我厲害嗎 其實我不厲害啊 只是因為我當初看到那個觀光的造型 我就覺得 只要是我們有正氣 有在拜拜的 百分之六十五應該會喜歡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商品自然會說話 第二個重要是因為三千五百隻 很多年 要怎麼賣啊 賣給鬼啊 你要三千五百隻 所以我從台北一路到屏東 找了六大經銷商出來 跳出來聽我 你說 我不厲害啊 但唯一只能說 我們成功的地方是 讓這些老闆看得起豆花哥 他們信任豆花哥的做人 我從零到有 十年三家店 我一路披荊斬棋 默默無聞 到今天他們都看在 這些長輩 其實都看在眼裡 因為你一個人如果行的正 做的職啊 我覺得是 機會自然多 很多人都在默默地關注你 可能只是愛於豆花哥的那種 我們在說外在的磁場 可能就比較流理流心 人家說的 草莽性 但是真正的這些大老闆 他們的過去誰不是草莽 各位你們要去想清楚 只要上個六十歲的老闆 一半都是草莽出場 因為在以前 五六年年代那個時候 基本上都是靠喝出來的 靠打拼出來的 靠實戰經驗拼搏出來的 是吧 以前那些網路 做張通話是紙本 所以每個都是苦幹實幹出來的 今天我們玩網路遊戲也好 我們在實體店面也好 其實我們共同 我們每一個朋友都要學習一個東西 為人要正氣 處處是機會